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12月22日星期四 FTX创始人萨姆·班克曼·弗里德 简称SBF 在纽约法庭以创纪录的2.5亿美元获得保释 让外界十分惊讶 人们在关注FTX破产真相的同时 也在质疑这个破产的加密货币之王 它的天价保释金从何而来 12月12日 SBF在巴哈马被捕 罪名是一系列的欺诈和洗钱 21日晚 他被引渡回美国 第二天 他就出现在纽约南区法院 作为引渡的交换条件 SBF的保释获得了法官的批准 在法庭上 检察官告诉法官 SBF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欺诈行为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之一 法官同意控方的说法 即证据的分量是强有力的 不过法官还是同意 均与保释 保释金为2.5亿美元 法官哥伦斯坦签发了这个保释协议 允许这位名誉扫地的FTX创始人 兼前首席执行官 离开纽约回到他的家乡 与父母一起过山诞节 明年1月3日 SBF重返法庭 法官说 他有信心批准保释的原因之一是 SBF的新名声 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名声 他不可能隐藏 根据保释协议 SBF需要支付2.5亿美元的 个人担保保证书 由他的父母和另外两名 拥有可观资产的个人担保 其中一人属于非亲手关系 不过 目前只有两个签名 他们是SBF的父亲 埃伦·约瑟夫·班克曼 和母亲巴巴拉夫·里德 获释后 SBF将被软禁在旧金山湾区 一处属于他父母的住宅中 保释协议的另一个条款是 根据法官命令 SBF必须派戴电子脚踝监视器 必须留在加州北部地区 除非涉及锻炼 心理健康咨询和药物治疗 此前 SBF在诉讼中抱怨自己有抑郁症 使素食主义者无法端监狱 SBF还被禁止开设任何新的信贷额度 但法官授予SBF网上购物的权利 限额1000美元 法律费用除外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 检察官鲁斯实际上也支持软禁 他说 应该重视SBF自愿统一从巴哈马被引渡的事实 如果被关押在巴哈马群岛 被关押在那个臭名昭著的福克斯山监狱 SBF不久的未来 看起来会更加严峻 据报道 那里的囚犯与其他多名囚犯挤在一起 没有自来水或其他基本的卫山设施 在听证会上 SBF面临八项指控 包括电信欺诈 证券欺诈 共谋 洗钱 和违反竞选财务规定 联邦文件指控 SBF诈骗投资者高达18亿美元 最高可判115年徒刑 当天 SBF的前女友 兼前阿拉米达研究对冲激进的CEO 卡罗林·埃里森 已经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 以避免自己受到指控 她因七项税务违规和多项欺诈指控 面临110年监禁 但检察官同意不对其最严重的指控起诉她 作为交换 埃里森将配合检察官正在进行的调查 并对不太严重的税务违规行为认罪 这将使她只面与25万美元的罚款 同时配合调查的还有 FTX的联合创始人加里王 她在星期四也承认欺诈指控 以换取纽约南区法院的从轻判决 SBF保释的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了人们的疑问 2.5亿美元的天价保释金从哪里来 SBF不是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吗 她是否都用了FTX基金来支付自己的保释金呢 在纽约的听证会上 联邦检察官说 SBF的保释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省钱保释金 大家都知道 2008年美国爆发了彭氏骗局 主角伯纳德·麦道夫 是美国金融界经济前纳斯达克主席 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麦道夫对冲避险基金并挂牌上市 他设计的彭氏骗局 让投资者损失500亿美元以上 其中包括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 当时麦道夫的保释金为1000万美元 2008年12月 70岁的麦道夫被逮捕 并承认了11项罪名 被判150年监禁 2021年4月14日 麦道夫在北卡罗来纳州布特纳的狱中 自然死亡 终年82岁 另一个案子是低血沉浸的硅谷骗局 独角兽创办人伊丽莎白·霍姆斯 号称只需要分析几滴血液 就能检验出多种疾病 吸引了输以亿计的资金 其身价高达90亿美元 并进入了富比市全美400大富豪 今年11月 霍姆斯被判11年03个月的监禁 他的保释金也是1000万美元 然而 相对于SBF的2.5亿美元 麦道夫和霍姆斯的保释金 都只是SBF的25分之一而已 下面 我们先看看这SBF的天价保释金 从何而来 SBF这位名誉扫地的破产金融家 最近审称 自己几乎已没有任何资产 他在法庭上表示 现已一无所有 除了一张信用卡 银行账户可能也只有10万美元 在纽约法庭上 法官同意 SBF的父母将房子作为担保 这座房子位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 距离斯坦福大学校园 只有一个街区 由四间卧室和三间浴室组成 居住面积达3092平方英尺 室外环绕着棕底树 一座封闭式游泳池 和一片广阔的草坪 在SBF父母接手前 美国小说家大卫·莱维特 就在这栋房子里长大 据悉这栋房子建于1917年 占地近一阴谋 被认为是帕洛阿尔托斯坦福遗产的一部分 SBF在这栋房子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现在他又重新回到了父母身边 至少可以在绿树成荫的社区里度过今年的圣诞节 记录显示 SBF的父亲 约瑟夫·班克曼和母亲巴巴拉夫里德 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 他们在1992年 以大约70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150万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栋房子 据估计 这栋房子 现在价值超过400万美元 显然 SBF和父母的个人财产全部加起来 也只有410万美元 远远不够2.5亿美元 那么 那两名隐藏身份 但身价可观的人出面担保 是SBF获得保释的根本 然而 这种保释 实际上没有人为之付出任何代价 也不欠任何现金 至少现在还没有 根据加密货币网站披露 SBF的保释协议 是一份出庭担保 承诺在等待审判期间 钻手特定的限制 并在时间到来时露面 它必须拿出保释金的10% 作为抵押 也就是2500万美元 但不需要实际支付 根据美国法律 担保指的是一种 不需要预先付款 或保释金安排的释放 它完全基于 拜告的书面承诺 在需要时出庭 保释文件还规定了其他要求 包括交出护照 派带电子位置跟踪器 以及对支付 商业活动和枪支的限制 商业内幕网站也说 SBF的保释金 不需要提前付款 也不需要真的拿出 2.5亿美元 如此巨额的保释金 不一定要支付 但需要以某种方式 进行担保 以保证被告 不会违反保释金条款 在版案中 SBF父母 在帕洛阿尔托的住所 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担保 此外还有一些担保 这些担保有文件中的 未透露姓名的其他人提供 房屋的价值 并不一定需要 与保释金的价值相关联 它的功能是 保证被告会遵守释放条件 SBF父母在帕洛阿尔托的房子 是他提供的第一笔担保 不过 在法庭文件中 并没有写明财产的地址和价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教授 在评论FTS时解释说 当亲人或家庭成员 签署了保证书时 犯罪者未能出庭 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也就是在保证书上的 共同签署人 布鲁克林前联邦检察官 安德烈斯派克特 目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说的更加直白 这些金额通常只是数字 有时被告会签署数十万美元的担保 但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身无分文 根据认罪协议 SBF实际上只需要缴纳 25万美元的保试金 比2.5亿美元的保试金 要少得多 并且通常被要求留在美国大陆 也就是说 如果SBF不专守规定 或者没有出庭 25万美元将被没收 那么 SBF还有哪些财产呢 据路透社报道 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的突然倒闭 留下了与该公司 及其创始人有关的 巴哈马房地产资产的 错纵复杂的网络 据透露 仅今年 他们就挥霍了2.563亿美元 FTX的律师最近说 SBF父母与FTX公司高管们 曾施资3亿美元 在巴哈马为其高级员工购置房产 并指出 FTX是SBF的个人封地 路透社对房地产记录的另一项审计估计 在过去两年里 FTX机器高管和SBF的家人 在巴哈马购买了至少19处 价值近1.21亿美元的房产 他自己花了7400万美元 现在 巴哈马监管机构 正试图没收这些财产 他们告诉特拉华州的 一位联邦破产法官 根据巴哈马法律 允许美国法院管理这些财产 在行政上是无效的 也是非法的 报道说 一套价值1640万美元的房子 位于一个有门禁 可通往海滩的社区 在房产记录中 SBF的父母 是这种度假屋的签字人 在本月早些时候 SBF父母对华尔街日报说 他们从破产程序开始之前 就一直在试图将这些地契 归还给FTX 而与此同时 他们的儿子则坚称 对这处房产一无所知 看起来FTX幕后 还可能设计了SBF的父母 有媒体报道 每当法官把他们的儿子 称为逃犯时 SBF的母亲巴巴拉夫·里德 都会微笑 各种原因 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 不管真相是什么 至少 我们从SBF的天价保释金 可以看出 它的背后 可能有大金融在支持 似乎后台十分硬 而且检察官也同意 SBF必须得到保释 和反观法官同意的 2.5亿美元的保释金 也许只是一个新闻噱头 显示法庭对案子的重视 而实际上 这可能是一个 雷生大余点小的计谋罢了 自从FTX在11月迅速破产后 检察官指控 SBF精心策划了一场 长达数年的欺诈 未经投资者同意 就把资金转移到自己的对冲基金 进行高风险投资 再挪用收益作为己有 似乎暗示 FTX自2019年创办以来 天生就是为了欺诈 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 这位著名的加密大亨 已向民主党政治竞选捐款而闻名 仅在2022年中期选举 就高达4000万美元 有的国会委员会全军覆没 现在 尽管已有政客开始退款 但都是杯水车薪 真正的大佬并没有浮现 那么 SBF涉嫌哪些欺诈 哪些洗钱和政治现金 最后能挖出谁 挖到什么程度 暴露华盛顿的腐败 才是版案的意义所在 好 我们先说这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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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